朋友们,我昨天又被狗给撵了 还崴了脚了,那狗还扑我身上 太丢人了 我想着不离那狗吧 那狗嗷嗷的就过来了 直接扑到我身上了 今天玩的这三个呢 右边是成美童家的 左边这个是冯大男家的 本来是觉得没大有意思 不想录了 结果有朋友说想看成美童的泥 其实成美童家的泥是比较稳的 就是没大有什么乐趣性 但是扎泡声啊 还有起泡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性价比也比较高 作为一个高大威猛的人类 我的尊严扫地了 当时我还穿着一个拖鞋 那个狗就出乎意料的 直接扑到了我的身上 我当时吓得愣是一声都没吭出来 当时我怀里揣着一兜酸菜水饺 我妈刚包的 那个酸菜水饺不都不说 真的太好吃了 酸爽可口的脆花酸菜 然后再加上新鲜的肉馅 酸菜饺子真的是冬日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风味绝佳的 虎素的美食 我当时真的想 玩手就给他一个回旋踢 但是因为我怀里揣着一兜水饺 我怕我万一踢空了 水饺再撒落一地 我这个人类又一败涂地了 我不想人到中年的中年 还被狗看笑话 我就不明白了 那狗主人和狗在一块 为啥来了人 这个狗主人放任这个狗去扑人呢 这是什么养殖思维呢 我当时真的就想原地 C语言输出了 但是我又怕这样显得我素质低下 有损我的颜面 我就那么忍住了 也是由于惊吓 我愣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就那么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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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的走掉了 但是那个狗主人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家狗都扑人了 他一句话都没说 就在那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就没跟我道歉的 我下次一定要报警 我忍不了了 我昨天晚上气得我两点都没睡着 我下次一定要报警 冲到他们家里 让警察把他人狗都寄拿归案 然后我晚上回来刷视频 刷到很多可爱的小狗狗的视频 我发现真的是狗品兼人品 这个狗主人素质不行吧 他养的狗也不行 如果狗主人很有素质的话 人家养的狗也是可爱有乖巧的 狗品兼人品 什么人就养出什么样的狗来 我生气点不在于这个狗 扑我一下给我带来到他的惊吓 而是这个狗给我带来一种屈辱 我作为一个人类 我当时一瞬间判断是 如果我跟这个狗solo的话 我是根本打不过他的 关键是我还崴了一下脚 因为我穿了个棉拖鞋 不过有一说一酸菜水饺真的很好吃 自己家包的比外面的要好吃 那个酸菜的酸爽 正好中和了这个肉的油腻 反正就是搭配在一块 真的是一个风味绝佳的美食 非常值得一试 谢谢大家